继亲爱的热爱的之后 娘子李线二大的国色芳华 也在今日开拍了 还继世上两人在现场 热聊不断默契十足 不愧是一相识多年的老友鹿 套装李线身穿蓝色衣袍搭配 黑色斧头帽 就像从书中走出来的人物一样 之前在亲爱的热爱的李 童颜夫妇之间的互动就甜到帽泡 告白初吻 拖席壁冬 吻车窗吻等等 看得观众们分分钟发出土拨鼠尖叫 据悉其中两个居然都是意外之吻 在杨子不知情的情况下 李倩对导演安排加了一段壁冬吻 在李倩低头的瞬间 杨子还被吓了一跳 但她很快反应了过来 秒变童年 而初吻则换成了李线 不知情 被杨子偷袭的她本能的往后闪躲 拍完之后 杨子委屈控诉到太尴尬了 而李线则回答是害怕杨子冲上来打她 所以才躲开的 哈哈哈哈 少爷哈哈哈哈 怎么回事 我有点 哈哈哈 之前在芒果招商会现场 国色芳华的推荐人表示 该剧讲述的是商骨之女和维方 以培育西施牡丹创业起家 在与男主蒋长阳经历一系列考验后 最终实现匡扶天下的励志故事 同时她还强调这是一部大女主剧 而对于方位问题 搭档李线曾在采访中坦言不在意方位 更注重角色魅力 啊亲爱的 亲爱的我是二凡对吧 那有杨子老师 一方二凡对我来说有影响吗 我觉得没有 这么多人因为韩商言喜欢上我 塑造自己的人物 我觉得这是重要的 而不是在于范围 凭借电竞大神韩商言一角 李线微博涨粉千万 人气飙升 彩妆护肤手表 各种商务代言也是拿到手软 采访中谈到爆红一词 她谦虚表示是杨子带的好 我觉得可能是杨子老师比较红 带的我带的比较好 哈哈哈哈 还有一点要夸一下杨子老师 杨子老师非常专业 然后演技也特别好 所以跟他很少有问题 去带两人在新剧中 擦出不一样的火花 祝新剧开拍顺利啦 我说希望这部戏 能够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 大家四个月真的是天天在一起 很像战友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部戏 播得特别好 有更多的人能够认识李线 我特别特别开心 因为我觉得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男孩 而他是我见过真的很多年轻男孩当中 很认真对自己的角色 对剧本非常认真的一个人 他属于开玩笑会开玩笑 可是他在拍戏的时候超认真的哦 真的 然后你看他那个样子 都不敢跟他开玩笑的 他真的很认真 然后在现场也是内容 我我是没有想到 他是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他今天获得的一切 有这么多人喜欢他 这都是他自己努力得来的